字幕by Vallée notre له Innen 每天有很多的選民在一起互動 每天有很多的民眾來給我加油打氣 那麼越走就當然 又有自信心 又有能量 所以說每天一大早在大街小巷 那麼在穿梭 拜訪很多的選民 有很多的選民一起給我鼓勵加油跟打氣 所以說自然而然的 就好像我們的這個手機充電一樣 每天電都充飽飽的 而且我每天都有睡足這個6.5個小時 柯文哲也有講 也就是說每天要睡足6.5個小時 那麼精神就會很好 那麼所以說我們當一個民意代表 也是一樣 要先把自己這個電先充滿 那麼有了電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去服務別人 要不然自己都沒電了 怎麼去服務別人呢 那麼所以說每天經節都一定 讓自己的睡眠充足 那麼每天早上先喝一杯溫開水 那麼每天早上起床運動一下走一點路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循環之下 我就感覺到都很有活力跟朝氣 公額25的一個公園 剛好在這個103年10、29號當選 那麼104年初啊 就開始在審查104年的一個預算 那麼剛好有一筆公共建設用地基金 那這108億我就把它的這個戲目調出來 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我就請局長 到底要做什麼 你要大陸徵收還是開批公園 還是要做什麼樣的一個使用 這麼龐大的一筆費用 你要做什麼 請你列出來給我看 那這個我後來發現 好像沒有用到土層的 我就說局長這樣子不公平 能不能就是說這個公園25 那有一些墳墓必須要遷移 那有一些土地要徵收 那用一點錢再土層 因為以前我在當公所的基要秘書的時候 我在當盧家成的市長的基要秘書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叫一里一公園 那剛好在這個公園25的周邊都是住宅區 那這個里長姚偉懷一直期盼就是說 這一個公園能夠早日開闢完成 那我就跟這個市長講就是說 周遭都是這一個民眾居住的高樓大廈 能不能趕快把這個公園開闢 那麼後來市長也允諾說要盡速的來開闢 就這樣子我們就很快的 把這個預算卡進去之後 這個公園馬上就去遵守土地 還有上面有48個墳墓 46個墳墓 那有8個已經自行牽走 有38個我們把它移到這個靈恩寺裡面 這個我們就這個開闢的速度就變得很順利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 共榮性的一個遊記大碗工的一個溜滑梯 那麼現在假日啊 禮拜六禮拜天的傍晚尤其是在夏天 有很多的民眾都到那邊去全家大小 不管是阿公阿嬤爸爸媽媽跟小朋友一起在那邊 玩那個溜滑梯 我們也造福了桌紮附近的所有的民眾 教會他們有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公園 這是叫做社區公園公園25的由來 這個六號道路的難度會更高 因為在104年喔 這個4月行政院已經拍板定案 這個三陰捷運線要從這個頂埔捷運線延伸到這個三峽到陰哥 那麼這個要他才走高架的 他才這個高架的這個輕軌的 那勢必一定會把中央路圍起來 那麼這一個我就發現就是說 中央路的近寬只有18米 那麼人行道扣掉1.5 1.5 中間只有儘快15米 那麼這個15米要圍到這個7米 他的施工的圍裡要圍7米 那圍到7米之後兩側只剩下4米 那我跟你講公車停後面就跟著停了 我就跟朱立倫市長講說 這樣按不會通喔 這樣是不行的 公車一停後面就停 那所有的他們的這個商家出來的店面的 那個不管是車子還怎麼樣 他們變成沒有辦法出入了那怎麼辦 那只好要去開闢我們都市計畫圖裡面 有一個叫做六號道路的這個開闢 勢必一定要先開闢 開闢完成之後才能夠圍這個中央路 還有一條就是工業區 工業區裡面的中山路 那麼中山路是沿著到底之後 本來就已經是沒有路可以上去的 我就跟要求市長就是說 那個乾層橋一定要壓低 然後讓他進來能夠紓解我們的中央路圍起來的一個 這個施工要不然中央路將來都癱瘓掉了 這樣子是不行的 所以說六號道路從這個徵收到開闢 也是用最快的速度 然後最快的這個發包的作業 然後來把它開闢完了 現在已經在施工 預計大概明年的這個過完年之後 這一條道路就可以通車 然後呢接著我們中央路才能夠圍起來 那這一個一樣乾層橋也是一樣 所以說要做這兩個都是很重大的一個工程 頂埔在這麼多年以來都沒有這麼大的一個工程在施工 因為這樣頂埔的中央路要圍起來 所以說這是一個對於頂埔這個中央路市段來講 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公共建設 所以說必須要把這個設施都做好之後 那麼才能夠來這一個圍這個圍林 那這個兩年前民進黨執政之後 這個他們就開始在中央提一個修法 就是淵間跟酒捐啊 就要開始漲價 現在淵也漲了 這個酒也漲價了 他們的多出來的這些錢要做什麼 這個長照2.0 那麼這個新北市的這個市長朱立倫 在新北市有公共托老公共托育 我們也英法族俱樂部 所以說我們也建構了很多的這一個老人的 這個休閒的遊戲的一個中心 尤其現在這個市長都一直鼓勵里長 能夠這個每個月甚至兩週 甚至一個禮拜 能夠來辦理這個長者的一個共餐 讓老人家不要待在家裡 能夠走出來社區 能夠走到這個活動中心 一起跟著這個童年齡的這些長輩 一起來走象棋也好 或者是說打打橋排也好 聊聊天都好 叫紅點也好 只要不要待在家裡 因為待在家裡你久了 你自然你的腦部沒有用就會退化 所以說我們一直鼓勵就是說 每一個禮都要設一個所謂的活動中心 或甚至於做一個英法族俱樂部 那麼所以說最近這四年當中 土城一共有四個活動中心 包含大安 大安就是我這個目前居住的一個禮 那麼張俊龍里長一直希望就是說 大安有一個活動中心 不管是開會 或者是說老人家一起要來辦共餐 要有一個場所 以前都沒有啊 那麼 因為這一個爭取真的是相當的困難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新北市有在示範 我們的參議室預算 這個參議室的一個預算 我這是第一個 要所有的禮民共同一起來決定 一起來投票 那麼經過這一個新北市政府的這個評審通過之後 錢沒有問題 那麼權力有一致的共識 那麼後來呢 我們這個朱立忍市長又提了一個新的一個創意 就是說要做貨櫃屋 我就說貨櫃蓋活動中心 那麼我們覺得不擔 我們不放心 我們就帶著區長帶著公務局 一起到這個高雄屏東去看文創中心 看回來之後我們就講就是說 新北要在這個公園裡面 它可以多功能的目標使用 可以用到15% 那我們講就是說 做這一個也算是一個新的一個地標 跟地景 那麼這個高雄 這個在這麼炎熱的一個天候下面 還不會很熱 所以說我們後來我們就很放心 現在的這個大安的活動中心 也即將落成在10月的22號 朱立倫要來剪採 要來這個啟用這個活動中心 還有一個是日和活動中心 也都是一樣 還有一個明德 明德是在公園18 在這個勢力重劃區裡面 那麼剛好這個 他的這個公園18 是坐落在這個明德裡面 那麼我也趕快請這個里長 提出他的需求 我們也是透過有很多的這個相關局處 包含這個交通局 看公園的底下 能不能作為我們的地下停車場 跟削城公園都一樣 那麼上面是活動中心 那麼底下是這一個停車場 那這一個因為這個金額太過於龐大 後來就單純的蓋一個活動中心 那麼還有一個叫做清水 那麼清水的這個江宮存穩里長 他們那邊有一個叫做廣場用地 那麼廣場用地 他也是可以把這個公園坐在底下 就好像甘林跟群林的一個活動中心一樣 他們的這個活動中心都是在地底下 上面還是維持的一個就是廣場的一個用地 讓所有的民眾早上都可以在那邊運動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規劃設計 那麼土城在這近年當中 我們就爭取了四個這個活動中心 那麼還有很多的 像傅欣里 瑞欣里 他們還是都是沒有 因為現在開闢的這個公園的經費 太過於龐大 在那邊有一個公園26 單單光徵收土地就要大概26億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新北市政府有能力負擔 因為每一個里長都希望他們的這個機關用地 公園用地都能夠盡速的徵收 如果這邊我們把它加起來統計 幾千億跑不掉 單單在新北一千零三個二 一千零三十二個里面 全部要來把它徵收 我覺得新北市政府的財政負擔太過於龐大了 那麼這一個城市 我們城鄉新風貿街景再造 那麼這一個美國 我市場引述美國 美國的這個總統叫做歐巴馬 那也知道他是一個黑人 為什麼大家會選一個黑人來當總統 因為他們希望有改變 那麼當然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城市能夠有所改變 我們不能一成不變 我們講就是說 我們有年輕的思維 我們有年輕的觀點 年輕的想法 就好像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活動中心 我跟你講你用這個貨櫃 一線導人家就說 哎呦那一派人鼓車拿來那裡做 因為他是一個報匯的一個貨櫃 拿來做一個文創的一個中心 變成是他的活動中心 老人家會覺得很覺得 怎麼會在這邊有這個貨櫃把它跌堆起來的一個中心 那麼其實這就是我們的創新的思維 一個城市我們需要新的一個生命力 我們必須要有改變 其實我之前在德林講課的時候 我也在講一個故事就是說 手機最好的品牌絕對不是這個蘋果 它是這個Nokia跟Motorola 為什麼這兩家會被打敗 因為這個蘋果它有創新 他說手機為什麼要這麼多的按鍵 不能有一個按鍵掌管所有的系統 像是創造出一台這個iPhone的蘋果手機 那城市也是一樣 我們不能講就是說這個一個城市 都是這樣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變 不行 我們必須要有新的道路 我們必須要有新的方向 新的思維 土城大家都知道二十四萬的人口 沒有一個醫院 我們一直在追求 我在當這個市長的基要秘書的時候 我們就在追求說能不能有醫院 我們在黃金搶救的那一剎那 大概五分鐘到八分鐘 土城如果有一個大型的醫院 我們就不需要到亞東不需要到恩主公 然後之前那些都沒有 最早的時候只有一個亞東醫院 所以說我們一直覺得 醫療的設施一定要有 那麼現在已經在蓋了 林口長根即將 林口長根醫院即將要 這個醫療團隊要進駐 那麼再來 宜樂設施 就是電影院秀泰影城 日夜光集團 早年我們在這 我在當基要秘書的時候 張謙生來找盧家安城 就是說這裡要再做 我們使用分析的一個變更 要變更住宅區 我們要求就是說 一次變更商業區混合 然後能夠開闢電影院 然後呢 作為我們的美食街 作為我們的這個娛樂中心 包含百貨公司 現在都已經建構完成 現在我還在追求的一個就是說 土城沒有夜市 南亞都要跑到南亞夜市 以前老人家要吃一個蚵仔煎 還不是真的沒有蚵仔煎 土城沒有夜市 土城已經有一條板南捷運線了 那個人口會越來越多 再來萬大中文樹林線 山陰線的建構完成 在四年多之後 山陰線就會完成了 土城的人口會越來越多 現在的勢力重劃 這一個也已經完成了 將來的人口會越來越多 那麼所以說 有很多的這些附屬的設施 必須要建構完成 那麼所以說 這個夜市 這個百貨公司 電影院還有醫院 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 都建構完成 我也是希望 我們這所有的好朋友 過去這四年的一個服務 也是大家給我一次的一個檢驗 如果說經節的這個服務 還蠻到位的 我也是希望 11月24號 大家繼續給我加油打氣 跟鼓勵 讓我有機會 繼續的能夠為大家來做服務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